结果不反,当然表一跟我们之前讲到的传统Meta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也是文章筛选的流程 第二张表呢,就是网状关系图 这也是我们在做Meta分析中所提到的最重要的两图之一 两个图,第一个图呢,就是网状关系图 它反映的是不同的干预措施 之间的相互比较的关系,证据的等级 这个圆圈的大小呢,反映的是该,呃,该预措施 所,呃,拥有的样板量,如果样板量越大的话 呃,这个圆圈的面积就会越大 如果,而这些线呢,反映的是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比较 是否,呃,这种比较呢,如果线越粗的话 说明比较,呃,比较的,呃,研究越多 也就是说,呃,这一方面的证据可能更,更加可靠 第二个图呢,就是网络效应图 就是比较,也就是右侧的这个图 比较的是不同的干预措施 之间比,呃,比较的一个效应值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研究的之间是这个效应值 这两个研究呢,是这个效应值 每两个研究都会进行一次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它的A和B呢,是两种主要的结局 这两个图呢,也是做Meta分析最具有象征性的两个图像 除了这两个图像呢,我们还要注意做网络Meta分析的三个假设 因为毕竟Meta分析也是,呃,毕竟网络Meta分析也是一种Meta分析 所以它首先要符合做Meta分析的假设 就是同质性假设 就是只有数据在,只有研究的数据 在理论上是同质的 这种数据才可以合并 这,当然这也是,这一条呢 也是网络Meta分析三个假设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 第二个假设呢,就是相似性假设 我们刚才提到了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 直接证据呢,就是本来,呃,研究 本来措施A和措施B,措施B 有,有直接的随机对照实验去提供证据 然后呢,而且,哦对,相似性假设呢 就是,相似性假设是这个意思 相似性假设是指的我们的研究的,呃,可传递性 比如我们第一个研究是研究了效应A和,呃,研究的措施 药物A和,呃,安慰剂之间的效应 然后第二个研究呢,研究是,药物B和安慰剂之间的效应 如果效应,呃,如果这两个安慰剂组是可比的 这两个安慰剂组的,呃,呃,病人的特点 以及安慰剂的种类都是一样的话 我们认为这个效应是可以传递的 这也就是相似性 也叫,呃,也叫效应的可传递性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分析,呃,药物A和药物B的间接的证据 这也是比较间接证据的一个前提 相似性假设 第三个假设呢,就是一致性假设 也就是说,在我们得到的刚才说的是间接证据 而直接证据呢,就是我们从原始研究中直接摘取的 药物A和药物B之间的,呃,效应值的估计 我们如果比较这种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之间呢 如果比较相似的话 我们就认为两个,呃,我们认为合并 是有意义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采用,呃,一定的模型 如果两个不一致的话 我们可以采用另外的模型进行合并 嗯,这三个假设对于网织Met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也有相应的统计的方法去进行检验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个图呢 第三部分的图像呢,就是森林图 这部分森林图呢,跟我们,呃,之前做,呃,传统类型的meta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也是,呃,将各个研究,基础的研究给,呃,展示出来 因为毕竟在网络图中它无法把每个研究的特点进行展示 它只能反映汇总数据 所以说有些时候还是需要森林图的 我们从,通过这个分析呢,我们可以知道 网织Met分析的关键呢,就是在比较间接,对于间接证据和直接证据进行合并 但合并的同时要符合三个假设 重点呢,是要得出两个图像 是要得出两个图像 是要得出的